美元指数在1月16日欧洲时段一度从接近三年低位水平反弹50点之后 在进入北美时段后又悉数回吐涨幅被打回原形 美元指数在1月16日经历了过山车式行情 汇驾在欧洲时段一度从接近三年低位水平反弹50点之后 在进入北美时段之后又悉数回吐涨幅被打回原形 与此同时美国股市也遭遇了从大喜到大悲的过程 道琼斯指数在高开近300点再创历史新高之后 盘中竟然回吐全部涨幅最后收跌 也创下了自2016年2月10日以来的最大日内反转记录 美元和美股双雄的原因在于投资者对美国政局前景仍抱有顾虑 美元指数在下行逼近90整数关口这一底线之后 于周二暂时得到了支撑 在接触了马丁路德金纪念假日之后 美股财报季也就此拉开了帷幕 市场割却对于税改积极效果的乐观情绪 使得美国市场重新得到投资者的青睐 这也使得美元跌势暂止 而美股也在市场乐观情绪的助力之下大幅跳空高开 三大指数再刷历时新高 与此同时美元在周二欧洲时段的反弹 还得到了对手盘重现疲弱的助力 与此同时当天传出的最新重磅消息是 德国新内阁组建进展仍远没有预期中那么顺利 在美国财政临时拨款协议即将在周五到七的背景下 联邦政府会否新年一时便再度遭遇停摆危机 已经是大家不得不面对的更大不确定性 这一事件在特朗普上周再度不择言辞 称某些向美国输出移民的国家为粪坑之后 变得错综复杂 作为对总统不负责任言论的惩戒 国会议员可能会考虑 搁置批准新的临时财政预算法案 来彰显起非暴力不合作态度 同时中国评级机构大公国际也借提大作文章 将美国主权债权评级 由原先的A减下调到3B加 原因为美国政治生态现状 以及特朗普政府减税的后继影响 令美国联邦政府未来的偿债前景更加存疑 此举无疑在美元多头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眼 本节目由杜高斯贝出品 我是维珍 感谢您的收看